然后我们来说react是什么 react是用来渲染UI的js cool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它其实来讲不像框架那么大 说它是框架有点勉强 但是呢 其他两个是框架 而且呢 经常把这三个都 老三个搁在一起来说 所以呢 那么react最后我们也约定 组成的教导框架 但是它的定位在于什么 在于实现UI 而不是去做一个 而不是去做一个那个什么 就是实现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 所以react你在用的时候会发现 它有时候会缺点什么 它没有悬架桶 你要用的时候 你要把其他的东西往里配 当然这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愿意选什么选什么 这个大家理解就行 然后react呢 有wap app的解决方案 它的衍生的是react native 是一个跨屏的app的解决方案 这个里面要说一点 native它是做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react 就是你上面用sjx 我们回头说 这个东西呢 在下边呢 它就直接 直接它要翻译一下 其实 jsx的时候 它不等于js 它不等于js 那么事实上来讲 它要把它转化成js 或者叫compile 就是说它要把它编译成js 或者就是说 你可以认为它把它转化成js 然后而且是es5的这个 如果你这个比如说 浏览器要支持的层次比较低的话 你会把它翻译成es5的语法 不是es6的语法 然后可以去运行 react native的话 事实上也是类似 只是它编译 它这个这个编译出来的东西 不是js 而是能够在手机上 跑起来的原生代码 所以这个就会使得 当然它的效率会有问题 这个效率一定会有问题 但事实上这种编译的过程 会使得整个开发的过程的成本会下降 就是原先你在 如果你做过一个公司 或者你管理个公司里面 你去招人的时候 那么你想做移动端的 移动互联网的话 你至少iOS的工程师要有 安卓的工程师要有 前端的工程师要有 小程序的工程师要有 这四块都有 当然前端和小程序 可以一个人来做 但是安卓和iOS 通常不是一个人 而且来讲 你很难要求一个人进来 寄会iOS也回安卓 那么这种情况 对于公司来讲 就是大公司 其实无所谓 大公司我招一个iOS 工作一定是饱满 但是对于小公司来讲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可能招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我只动他半个人 其他的我都用不了 你说我招一个iOS来 就是他只写 他那个界面那点东西 因为大量的改动 其实都到后端去 前面只是 只是做界面和交互 这点来回讲 iOS和前端 其实区别不大 他只是说 他里面的东西不太一样 你后面的时候 最后你要数据的时候 都是阿甲克斯从后台掏数据 你不会 不会有其他的东西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会发现 iOS 其实他的工作量 非常有限 然后的话呢 你又不能要求他 去做后端的工作 因为你招人的时候 也没这么说 你要这么招的话 这个人也不好招 所以就会发现 那个安卓和iOS 经常在那闲着 就是他们有一半的工作量 是空的 另外一半工作量 在干活 那么作为公司来讲 那么这种对他们来讲 是很不舒服的一种状态 那么他们希望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 有 那么react 其实解决了他们这个问题 react native 就是说 我可以就写一种语言 然后他编译的时候 选择不同的平台 他就过去了 这是react native ok的地方 所以当然react native 现在整个效率上有问题 它的效率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效率上 现在当然跟他对应的 就是说react里面 react里面 这是rn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view里面的叫vix vix更难用 这个大家 你要用过你就知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那么我们 未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静观其变 我们要看到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它的效率突然提高的时候 那么我跟你讲 到那个时候 做iOS开发 和做安卓开发的同学的工作的空间 会更加严重的大幅压缩 就是因为像这种东西会大清其道 所以我也建议说 其实现在学安卓和iOS开发的同学 你要转过来学前端了 因为你的饭碗已经被人家盯上了 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们来说一下react的这个特点 首先它是声明式设计 叫声明范式 这个有些 就是你如果看react官网的话 你就能看到它讲它是声明式设计 声明式设计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同学不太理解 声明式设计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你原来就是比如用这query的话 你直接操作DOM树 你直接操作DOM树的时候 很多东西你要自己一步一步的去控制 而声明式设计呢 其实来讲你只要告诉他做什么 怎么做他自己去做 Viu和react其实在这方面的思路很像 大家如果在这块你不理解的话 给你打个比方 就是说 如果你是那种命令式的这种设计的话 那么就好像一辆汽车 它是人驾驶的 你上了车以后 你得自己放手刹 然后启动 然后汽车 然后抬离合 然后当然自动挡的车 可能就是踩油门 然后车走 那么在路上 哪个路口怎么转 然后怎么打方向盘 然后乱七八糟的 然后你都要自己去控制 然后发现前蹲有一个创车的 那你要自己便道 便到其他道上去过去 这全部都要你自己控制 你要自己开车 但是声明式设计 更像是自动驾驶 就是说你上了车以后 你只告诉他 我要到哪里哪里 然后再炒完了 至于怎么开过去 是底层逻辑来实现的 是react来帮你实现的 你不用去告诉react 说我该怎么实现 比如什么时候要更新道路数 什么时候要做这样的更新 什么时候要做另外的更新 不需要 所以这个其实来讲 是react 以及view 很多这种框架 它之所以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不让你去控制 但是如果他把这个东西给你剥夺 他帮你去做以后 有些东西你就会发现 你去操作的时候像隔着一层一样 这个没关系 我们其实未来熟悉这个东西就好 第二是高效 react是最早使用vdome的 vdome的后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它是最早使用vdome vdome使得说 因为如果你用这个query的话 你每次到去 这个去更新这个dome 这里面我们说一点 这个vdome大概说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对浏览器的内核有一定了解 这块内容呢 在javascript的零基础的这个进阶课里面 我大概说我在这里提一点 就是基本来讲一个浏览器的内核 包括什么 浏览器的内核包括dome dome是一个最基础的 包括上面绑定的api 然后呢 它需要一个渲染引擎 渲染的安静 渲染的安静用来干嘛呢 用来重画 其实来讲 dome和渲染引擎绑在一起 这块其实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特别是你在做动画的时候 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有一个dive 你现在让一个dive的东西变长 那么如果一个dive变长 并且dive是float的情况下 当它变长的时候 它右边的那个单位 就会跟着往后挪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设计到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layout l-a-y 我这写的有点草 一个叫layout 一个叫render 这俩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这俩单词其实有点区别 layout是干嘛 layout是设计布局 我们知道一个dive 当你设定成宽高以后 那么它如果一个东西改变了以后 其他的东西要重新计算 它的布局的位置 包括如果你是流逝的话 所有的东西都往后推 这个叫relayout layout完了以后 东西都确定了以后 然后再根据Z轴的关系 把它重新画一遍 画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 把所有的东西 最后画到一个缓冲区里边 画出一张图片来 这个叫render en der完了以后 会把它扔在屏幕上给你看 所以这个是整个 也就是说 你在做一个动画的时候 比如你动画里面有一个东西 一个dive在逐步的变长 事实上你每改一次那个dive 那个盗墓里边的状态就要relayout layout完了以后要render 这个举一个例子 就是原来如果大家看过抖音的话 抖音里面有一个叫 智哥大叔的人 就智哥大叔 原来有第一期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叫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人去打印一个材料 打印完了以后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说 这个老板老板 然后我打印完了 然后老板说 把他盯起来 智哥说 把他盯起来 然后老板老板 我盯起来了 他说好 弄个夹子 然后说老板老板 我已经弄完夹子了 说 然后你这个上面贴一张变迁纸 然后说老板老板 我贴完变迁纸了 说拿一张 拿一个笔 把变迁纸上写上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到第四遍的时候 这个员工就 有点不耐烦了 说老板 你能不能一次说完 然后这个智哥大叔说 是就是因为 你没有一次做好 所以我要一遍一遍的教你 那这个话 其实来讲 这个case呢 是其实 就是这个 这个抖音呢 其实来讲是 在 怎么说呢 在影射 这个说 其实说这个员工 工作态度不好 没有一次做好 但事实上 我可以告诉你 在你用这query 在操作盗墓的时候 你就是智哥大叔 然后或者你写的代码 就是智哥大叔 底下那个东西 就是浏览器那盒 就是你告诉浏览器那盒 好打印 他就给你打印 然后你告诉他 盯起来再盯起来 就是这个效率 是非常低的 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每告他一次 他就在这做一次 做完一次 然后跑过去 跑过来 然后你再告他一阵 再跑过去 跑过来 所以这个性能 是非常低的 那么怎么样能提高呢 就是用watcherdom watcherdom是什么意思 watcherdom的时候 是他做完了以后 他不过来找你 然后的话呢 他远程他自己看 说我打印完了以后 是不是要再加这个 要再加那个 当然来讲要做什么 还是你自己来控制 但他并不是每次都 通知到dom里边 他是把所有的这些变化 123456 好几个搁在一起 等觉得他差不多的时候 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到dom里边 把它去操作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效率会提高 所以react 用了watcherdom以后 他的效率 就是有了大幅的提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react 在有一段时间 开始很火的原因 而且这里要有一点讲 就是react 是由facebook公司做的 所以facebook 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遇到了 他界面上组件 特别多的问题 所以他必须要提高 整个的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的效率 否则的话 更新太慢了 他们一定做了很多复杂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会设计出 watcherdom这个东西来 然后还有一个灵活 他为什么灵活 因为react 啥都没有 他比较薄 所以来讲 就是他可以与已知的库 或者框架完好的配合 就是很多东西 他自己都干不了 他没有全家统 那么怎么办呢 他必须把别人的 这个东西引入进来 所以这个就是 他为什么框架 配合的很好的原因 所以他也足够的灵活 然后jsx是一种独立的语言 这种语言试图了解 就是他试图解决了很多js的缺陷 而且呢 当然来讲有一点 就是后面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es6 其实包含了很多jsx的特性 但是并不是全部 jsx一会儿我们给你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去这里边真的是 让你大开眼界 很多东西竟然能这么干 然后呢 他是通过一个叫bible的一个 一个一个库 然后把它翻译成普通的java screen 所以他中间有一个翻译的过程 jsx直接运行的时候 是运行不下去的 然后呢 还有组件 组件显然是给代码复用用的 然后呢 还有一点 他重要的一个 就是叫做单向响应数据流 这个东西呢 未来是react里面 你们要注意 Vue是双向响应的 所以Vue的效率呢 其实来讲 理论上应该比react低 而react里面 其实有一些东西 就是说如果我不想去 麻烦道姆 我有些东西可以不更新 这个其实给了你更多的选择 但是这个来讲 就像手动挡的汽车一样 就是说你如果不会用的话 你会觉得这事特别麻烦 你会觉得用react 不像用Vue那么好学 它的这个学习起源会高一点 但是它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 有些东西能控制 你像在Vue里面 有些东西你控制不了 它自动就会这么下去 所以它比双向网定的 要更简单 更快些 OK 这是Ra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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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